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国色芳华路透惊喜 杨子麻袋动动鞋造型 胡歌合作引猜想 长相思第二季高播放但受删改影响 杨子新剧国色芳华备受期待 将展现实景拍摄和唐朝服装之美 与李宪CP赶墙 杨子孩或将与胡歌合作生命术 引发观众期待 随着大结局点映 长相思第二季终于迎来了尾声 尽管总共只有23集 情节起伏跌宕 令人目不转睛的各种顶峰相见 场景使人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删减了部分情节 以及更改了部分角色设定 虽然参与共同创作 但第二季依然未能避免 续集效应 的影响 尽管播出效果不尽如人意 但有一句谚语说得好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自长相思第二季上映以来 它始终高居榜首 目前的有效播放量 已成功突破8一次 也许大家还记得 第二季最初被视为一次毫无风险的尝试 假如时光倒流至第一季上映之初 如今的成果早已超出了最初的期望 长相思第二季的失利 姑且可以称为失利 部分原因在于首季结束后 各路演员已经提前分享了大部分收益 然而 最初的时候 长相思并不被观众所青睐 许多人都讥讽杨子资源下滑 在他的带播作品中 最引人瞩目的 当属他与李线合作主演的国色芳华 毕竟 杨子和李线的CP赶早已经过市场的验证 而在国色芳华中 他们之间的明显信号让人大开眼界 不会像长相思那样让人觉得 什么都想要 却又什么都得不到 尽管同样是古代题材 但国色芳华 却非常贴近现实生活 与杨子之前那些充满奇幻色彩的作品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部剧中 观众体验到了新鲜感的高潮 华丽的唐朝服装 真是美轮美奂 这部剧的独特之处还在于 它是实景拍摄 相较于棚拍 它展现出一种更加逼真的美感 在杨子最新的路透照中 置身于这茂密的芦苇荡中 一种清凉之感在盛下迎面扑来 单凭视觉仿佛已能感受到微风带来的阵阵良意 在这个场景中 杨子几乎一丝不挂 头上未佩戴任何首饰 身上穿着粗布麻衣 真正诠释了 披麻袋都美 的内涵 尽管脚下踩着拖鞋 但依旧透露出浓厚的古典韵味 成堆的衣服和木盆水桶 似乎是在暗示它在接受惩罚 蹲坐在木板上洗衣物的场景 给人一种残缺不全的感觉 额前飘舞的碎发 更衬托出了这种氛围 看到它与配角一同出现后 我终于领悟了为什么人们常说 女明星与普通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尽管穿着相同的服装 但通过细微的身份差异 一眼便可以看出 杨子的肤色白皙嫩 异常柔软 宛若世家大小结般可怜落难 宛如一个脏脏包 而旁边的人则要显得有黑瘦靴许多 观众们终于可以清晰地区分出 小姐与丫鬟的身份了 在这部剧中 杨子的瘦身效果显著 从流出的各种路透中可见 她总是显得鲜薄如纸 而她身上空空荡荡的麻袋 更显现出她的苗条身材 实际上 在长香丝中也可以看出 杨子穿上比较轻盈的衣服会 显得更加美丽 比如 她穿的那一席绿色的号灵装扮 显得格外臃肿 国色芳华即将迎来杀青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观看这部剧了 杨子和李线作为经过市场验证的搭档 他们之间的默契令人难以忘怀 随着国色芳华即将杀青 杨子的下一部电视剧也逐渐浮出水面 近年来 随着影视剧市场的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优秀演员和高质量的作品不断涌现 给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观剧体验 而最近的一则消息更是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 胡歌和杨子可能将合作出演新剧《生命术》 这一消息一经传出 便迅速成为话题焦点 吸引了广大剧迷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如果这一传言属实 那这两位广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将首次同台合作 必然会为观众呈现出一场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 胡歌凭借多年来在影视剧中的出色表现 早已奠定了其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他的沉稳和内敛不仅体现在角色的塑造上 更融入了他个人经历的厚重感 无论是狼牙榜中的梅长苏 还是猎场中的郑秋冬 胡歌以其细腻的表演风格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而杨子则以其自然生动的表演逐渐展露头角 从早年的家有儿女到近年的亲爱的 热爱的 他以不断成熟的演技与角色共鸣 展现出新生代演员的无限可能性 两位演员虽然风格各异 但正是这种对比强烈的演技碰撞 才让人对他们在生命术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白玉兰奖中 胡歌凭借在电视剧中的精彩表现 再度夺得世地桂冠 而杨子则凭借自身的努力 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杨子未能最终获奖 但她的表现依然广受认可 甚至有观众表示 她的演技愈发成熟自然 已逐渐迈向新一代 演技派的行列 回顾两人的职业生涯 无论是胡歌在演艺道路上 不断突破自我的坚持 还是杨子从童星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 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他们对表演的热忱与敬业态度 或许正是这种共同的艺术追求 才促成了此次合作的契机 如果生命术这一句做成真 它不仅代表了新老两代演员的合作 更蕴含着一种艺术上的传承与碰撞 胡歌凭借多年的戏剧经验 赋予角色深度与厚重感 而杨子则以新生代演员的活力与独特视角 注入更多当代年轻人的情感元素 这种新旧结合厚重与轻盈并存的艺术表达 正是当前影视剧市场所需的多元化特质 对于观众而言 这样的组合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观剧体验 在一部作品中既能看到岁月沉淀的智慧 又能感受到青春激情的张力 个人认为 若胡歌与杨子最终确定合作 观众无疑会迎来一次难得的视觉盛宴 从演员的演技到剧作的深度 这部生命术有望成为一部既富有思想性 又充满情感共鸣的经典之作 两位演员如果能够在剧中完美诠释角色 将各自的演技特点融合为一体 那么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将不仅仅是欣赏一场戏剧 更是一种心灵的共鸣与情感的交流 对于喜爱胡歌与杨子的剧迷而言 这样的合作无疑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相遇 也许它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热议的话题 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影视剧市场中的一部标杆之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